好 那也要跟大家宣布 其實這次的那個三級警戒 要延長至6月28日 要延長至6月28日 再度提醒整個的強化的措施 請大家務必要遵守 那就是外出全程要佩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不再勸導 盡於開罰 那停止室內5人以上 室外4人以上是家庭聚會 那社交聚會 那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活動或 集會 那營業場所及掐工機關 因落實人流管制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那到各個的營業場所或掐工的機關裡面 一定要遵守 該單位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那自我健康偵測 有症狀 應該要就醫 一言 在沿著事情 那在整體對疫情未來的研判 我們對社區的這樣的一個管制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 基本上有達到它的一個效果 但是要再靠社區的管制再往下壓 那恐怕 一個社會的代價會非常的大 那所以大家現在是決定說 先把這樣的一個 社會的社區的管制維持這樣的一個強度 那然後對於不管是篩檢 及時把這些病人 找出來 那後面在居家隔離的效果增高 讓這個家戶內的傳播變低 那這樣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工作的重點 因為也有在講就是說 如果這個強度 過於強烈 那代價高 而且防疫疲勞 更容易很快的來產生 那我們希望先把它維持住 那然後爭取時間 把下面在疫調的部分 把它做得更快更好 到超商超市等等 我們呼籲 這個要加強人流管制 那請民眾少去多買 一次購足 那在管制方面 主要是分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人流的管制 第二大部分是動線的管制 第三大部分是 場域的管制 在人流的管制部分 我們要明定核心的營業時間 透過人流管理系統 我們建議這個賣場以你的坪數來管控 人流 大概一個人要一坪大小為原則 如果這個超過的人流量太大的時候 要安排工作人員 採取一進一出的方式 來管制人潮 那第二個在出入口方面 也就人流的進出方面 要在出入口在出要分流 那麼在入口的部分 要有派員助手落實實聯制 那口罩要求都要百分之百到位 而且顧客在入場的時候要量體溫 並且提供顧客可以免費使用酒精來消毒 那最後在場域的部分 我們要求商場要全面 定期提高消毒的頻率 尤其對於公共廁所 手扶梯 電梯 樓面客席 還有御嬰室等等的消費者會接觸到的地方 更要定時的清潔消毒 而且要提高頻率 在前兩天跟大家報告 施打的目標群 那我們在明天 我們預防接種組會開會 那在上面會做一個定案 那還有我現在看到有一些 我們昨天講說那個 不用再付費 從昨天起 那有人講說我們是以前有 對 以前我們本來就有一個 自費施打 我們只是說現在加以後這些批 大概都不會開放自費施打 那大概全部用公費的體系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架構裡面 在疫苗量我們當然希望說能夠即時 會比較多的量 所以我們在以後大概不會在那種 優先施打群的等候的時間 我們大概不會讓大家再等候那麼久 就是列在優先施打群要趕快來打 那過一定的時間 我們就會再往下去開放 因為目標是要有利 雖然疫苗量不夠 但是我們還希望能夠即時趕快的 把它施打 因為這樣對於我們整體的防疫 才是有幫助的